妈,我们回来了 妈,看你这样子也不像有病 还浪费钱去什么医院 妈,雪凌她不是生病 她,她怀孕了 什么,怀孕了,我没听错吧 真的吗,雪凌终于又怀上了 真是太好了,雪凌啊 你妈这些年烧香百夫没白费 雪凌,你一定要争气 给莲福生个儿子 到现在,七家还没有哪一房生下孙子 我们这房的希望全在你身上了 明白吗 明白了吗 莲福,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打电话通知你爸爸 雪凌啊,快坐下 快快,雪凌啊 老爷回来了 雪凌呢 雪凌 我要借借我们家传宗借贷的大功臣呢 老爷,瞧爸你高兴的 已经派人去叫了 好 爸,还不一定是孙子呢 您别给雪凌那么大压力 我就看不上你这种垂头丧气的样 难怪马温豪把你给开了 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行了 你别在这儿吓小猴了 一切听我安排 爸,您来了 我给您沏茶去 雪凌 雪凌 你现在怎么能干这个 来来来 快点坐下休息 雪凌 快坐 雪凌 雪凌 再给你们派一个厨子 一个女佣 专门伺候你们雪凌 以后雪凌的一切开销 尽管到我那儿去知 千万别给我省钱 快谢谢爸爸呀 谢谢爸 谢谢爸 谢什么呀 你到时候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在家谱上还要给你大鞋鸡鼻呢 老爷 我最近真是时来运转 东亚银行马上就要接手了 再接着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就什么都齐了 雪凌 我看你这个面相肯定是生儿子 我的眼神绝对错不了 不会错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老爷 老板 老板 您看看这个 好 老爷 出什么事了 陈家林向法院起诉了 说要取消董事会 爸 您不是东亚的第一大股东吗 按照章程规定的话 您应该有足够的股份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是哪出问题了 还不是那个女人抓住了把柄 说我没有书面通知张墨白 违反了程序 要求法院取消会议 这不是胡椒蛮蛮馆吗 要我说反正张墨白现在已经是个职务人了 咱们就通知他一声就是了 他也不会来 这个会啊 咱们召开不误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当时定公司张成的时候 张墨白有意的强化他对东亚银行的控制 而且现在的张成规定 像召开这种临时股东大会 必须要经过他的书面投意才行 可是张墨白现在昏迷不醒 就没人签这个同意书 那这个临时股东大会就没法召开了 可不是吗 瞧见了吧 你妹妹是变着法和咱们齐家过不去呀 本来等你公公重掌东亚之后 马上就给连府安排工作 这下好了 全被你的妹妹给搅黄了 你说雪林干什么 这又不是雪林的错 雪林今天怀孕的消息 那才是大事 你去德庆楼 订一桌报事宴 是 雪林啊 我要好好的